凤林警分局表示 21号晚间8点多 接获民众报案 辖内温泉会馆个人贪污有偷窥的案件 立即通报辖区线上警力前往处理 围到场前 涉嫌人已经逃逸无踪了 警方目前在调阅道路监视影像 进行调查可疑的涉嫌人道案说明 邦林分局表示 在12月21号晚间接获民众报案 辖内温泉会馆个人贪污有偷窥案件 立即通报辖区线上警力赶赴现场处理 到场前涉嫌人已经逃逸无踪 警方正在调阅道路监视影像 进行调查可疑涉嫌人道案说明 本分局于12月21日二十时取 接获民众报案 本辖温泉会馆个人贪污 有人亏推的是案件 那金派言到场涉嫌人已经逃离现场 本案以依规定受理并调阅周边的监视器 追查可疑涉嫌人道案说明 目前我们是朝 社会秩序回复法来侦办 封林分局长林昆达表示 无故窥视他人遇事足以防害其隐私者 依社会秩序回复法第83条规定 将处新台币6000元以下罚还 呼吁民众要随时注意身边可疑人事物 以及可能发生的危险 记者林洁峰林郑采访报道